有油包那些 油,有包過的那些 WhatsApp那些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 都會進去看看是甚麼 可能那時候又中了就不知道 你又收過?我又收過? 很多人都收過 說的是專騙人上釣的釣魚短訊 騙徒會假冒一些公司的會員平台 向市民發送 包含一個虛減網站連結的短訊 聲稱市民的會員積分即將到期 引你點擊他們的連結 再騙你輸入個人的資料 信用卡資料和一次性的密碼 然後偷了你的個人資料 再用這些資料 進行未經授權的交易 不想信用卡被盜用 除了說不好,還可以做些甚麼? 其實現在有很多釣魚短訊 其實發信人的名字 做得跟真實機構非常相似 所以當市民提供他的個人 或者信用卡資料 去進行一些交易的授權的時候 是必須先查清楚 那個商戶或網頁是否真的 銀行會發出一個一次性的密碼給大家 這個一次性的密碼 跟大家的家裡夾蠻鎖匙一樣 那麼重要 所以當大家收到一次性密碼的短訊的時候 必須要看清楚那個短訊的內容 看看和你在做的交易資料是否一致 有些智能電話 現在是會有一個自動填寫AutoFill的功能 我們建議大家千萬不要貪快 去用這個功能 因為這個AutoFill的功能 用了之後就不能回頭 大家一定要先看清楚短訊的內容 然後才會輸入你的一次性密碼 騙徒用釣魚手法騙了一次性密碼 再將受害人的卡綁到自己的電話 那市民又可以怎樣做呢 就等於他拿著你的信用卡來使用一樣 我們一定是不能給他們得情的 根據金管局的最新指引 由今年六月開始 當客戶是進行一個信用卡 綁定手機的動作的時候 銀行是會要求大家做多次的認證的 方法包括有一些雙向的短訊 電話或者是手機應用程式上的認證 如果你是收到這些認證的通知 但是其實你又沒有做一個信用卡綁定的話 那你就要立刻通知你的快卡銀行